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現在上四上數學 那第七單元分數 我們接著下來看一些如何解分數的題目 好 我們第一道題是 有幾個圓填入適當的代分數 代分數的話大家同學應該知道 譬如說一又三分 五分之三像這種的 那可是我們在這邊我們不看 我們來看這是一個圓對不對 那這邊呢 有顏色是代多少 四分之一對不對 所以呢 一加四分之一等於多少 一又四分之一 所以這個答案是一又四分之一個圓 第二題一樣 這邊也是一個 這邊佔幾分之幾 這邊是不是佔四分之三 一樣把列式出來 一加四分之三是多少 一又四分之三 要學習這樣子 為什麼叫一又四分之三 是一個圓又四分之三個圓 那這邊很快能看出來就是兩個 那這邊呢我們來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六七八九十 對不對 十分之幾 一帶有顏色的 是十分之三 對不對 那加上幾個 兩個 二加十分之三 等於多少 二又十分之三 要這樣子寫 所以二兩個又十分之三個圓 懂不懂 所以有二又十分之三 同樣的我們來看 這邊也是兩個 這邊呢我們切割幾塊 一二三四五六 total有六 切成六塊 那黃色的部分佔幾塊 只佔兩塊 所以呢 這邊有兩個圓 再加上六分之二個圓 所以答案是多少 好 二又六分之二 這樣知道了 代分數就是這樣算的 好 我們一樣來看燒杯 燒杯這邊有幾杯 一杯 兩杯 三杯 是不是裝滿 所以這邊是三杯 對不對 這邊呢 是佔幾分之幾 一二三 那三格 總共有三格 那倒了水多少多少 只倒了一格 是不是 所以呢 列的是什麼列 三加上三分之一 等於多少 三又三分之一 看清楚了哈 那我們再看後面這個 一樣 這邊是幾杯 一二三 可是這邊格數變幾個 一二三四五 total每一杯有五格 對不對 五格這一杯倒了多少水 到了四格水 所以 三加上五分之四杯水 所以又 三又五分之四 這樣代分數知道怎麼寫了哈 哎 下面這個 這個糖果一樣 一盒糖果有九顆 好 這已經有應用題了哈 一盒糖果有九顆 下面有幾盒糖果 有些這邊這一盒 是不是沒有裝滿 對不對 所以這一定有分數出來 那 這裡面總共一盒有九顆 那 所以九要寫在底下喔 那糖果有幾顆 一二三四 這裡有四顆 所以這邊是 四 所以答案是什麼 我們從上面我們不再去寫等式的哈 這邊是 二又 九分之四核 知不知道 那這邊呢 一樣九 九個 一盒有九顆 這邊呢 這邊是寫幾顆 總共可以分九格嘛 對不對 還有九顆 一盒有九顆 那這裡面只剩下三顆 是不是九分之三 所以 是不是 一又 九分之三核 對不對 你也可以 以後也可以寫成 約分哈 一又 三分之一 也是對的哈 為什麼 三三的九 底下變成三 上面變成一 好 九分之三 事實上等一 三分之一 好 以後我們 會再講到哈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好 下面段代有幾公尺長 我們來看段代 段代這邊是 單位是一公尺 這邊又來了一公尺 這邊又是一公尺 那這邊呢 一公尺的幾格 切幾格 來看 切了 一 二 三 四 五小格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 這兩個佔了五小格的幾分之幾 是不是五分之二公尺哈 所以你看 這邊有顏色的這兩個 兩小格 兩小格 是不是 在五小格裡面 是不是佔了五分之二 那總共這段代有幾公尺呢 來 一公尺 兩公尺 三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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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五分之二公尺 來 下面 每個燒杯都是一公尺的兩杯 都是一公尺的兩杯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一公尺等於多好 好升 不惜哈 一公尺等於一千 好升 不可以忘記哈 這都是 油會那個 烤的哈 下面各有水幾公尺 好 那我們看刻度 總共有幾個刻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這邊是佔了一杯 兩杯 三杯 對不對 那這邊呢 佔了幾杯 十分之幾 一二三四 十分之四 所以怎麼辦 這邊是三公尺 再加上十分之四 所以有三又十分之四公尺 這邊呢 一樣三 這邊是佔了幾 是不是十分之九 所以答案馬上就可以知道怎麼寫了 是不是 三又十分之九公尺 再加上十分之四 再加上十分之四